另外还有 我有个小叔伯 他见到一个朋友 啊对啊 你还没结婚 我介绍个小弟弟给你 他说 哦 好啊 他说 不过他演戏的 说 谁啊 罗兰 你猜对方怎么说 罗兰 哇 我赚钱不够让他入电邮 哇 细叔伯告诉我 我拿电邮当汽水喝吗 不是吧 赚钱不够让我入电邮 你说多认真啊 给人的印象是多差 就是觉得你会花钱 是啊 只是花钱 当然很花费那种女人来的 你说到今时今日我仍然是SINGLE 不过很开心 只要我见到你就开心了 哎呀 别客气啊 罗兰 其实为什么一直都是不分主义者 不是的 不是的 以前也有想过的 不是想过的 是有拍过很多次拖的 但是每次都不知为什么 无疾如忠 无疾如忠 都是忠 问题是什么 醋味大 私疑心重 又恶死 你哪里像这些人 你说的这些人刚刚是反话 那别人觉得你是嘛 就像那个说 赚钱不够让他入电邮 不够让我入电邮 那个你说 那个见都没见过我 是不是啊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那种冲动的时候 即是识分年龄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冲动 即是真的都想 怎样都假设的了 那又没有啊 你要别人肯娶你才行 不是的 你会明示暗示的嘛 你一个好的演员 你在言谈之间 就可以说出这种意思 不是的 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是挺刁慢的 那个年代 你会不会是其实在不同的年龄的时间 也有点不同的 也有很刁慢的 还有私疑心真的很重的 即是不安全感 也有强的 你知道以前的电话不是那么方便的嘛 是啊 很难找到的嘛 那我在华达片场拍戏的时候呢 我要打电话出去写字楼 要给三毫子借电话的 那好了 我打电话11点给个男朋友 他妈妈说 她还没回家 那我到11点半打 还说还没回家 那我心想 十一点半 我们拍戏只是晚上下班而已 不是拍戏 只是外出街而已 会不会去跳舞呢 会不会又跟其他女孩去拍拖呢 有什么 很多这样的私疑心 那你越私疑心多 到时候自己无情情 那里面会火滚的 好了 那你又不见人 又不像现在可以打电话WhatsApp 那不是的嘛 结果又怎样呢 第二天一见到人的时候 就好像审犯那样 你昨晚去哪里 你妈妈说这11点半都还没回家 那她说 没有啊 不是跟几个西洋仔 那个朋友喜欢玩电单车的 玩完电单车我们就去喝点东西 那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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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女孩 当然没有啦 什么啦 不信 那你不信 一直这样闹人家 那你要人怎样呢 怎样证明给你看 说了你又不信 那还有最不好的 有一句我最弱的 一吵得多吵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你以后不要来见我 你说得多人 你不知道你哪句真 哪句假 是吧 所以 唉 多人就真的不来咯 是吧 所以那些姻缘就这样走了 哈哈哈哈 这些是你自己的啦 这句我刚才不会再说了 是吧 不是 这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